號稱最慘加油站 吐石流瞬間曝光 大雨夾雜大塊吐石 從後方山坡不停往加油站 辦公室門窗湧出 畫面超驚悚 就算加油站後方有危強 也完全壓不住滾滾洪流 短時間內吐石堆積快被滅頂 加油站內部辦公室一樓灌滿沙石 卡路颱風帶來西南氣流 重創南投仁愛鄉山區 南鳳村中正路上加油站 已經是第四度被埋 有一位卡車司機正在加油 他正在上洗手間 他看到吐石流衝下來 他馬上就趕緊趕快跑到車時就拍走 被封回吐石流加油站 前三次分別是921大地震隔年 2000年2月 因為地震造成吐石鬆動 當地降下豪雨 導致加油站直接被掩埋 第三次則是2008年的 新樂客颱風來襲 有女員工回憶 當時聞到奇怪味道 就知道不對勁 呼喊同事逃蜜沒多久 吐石就瞬間沖落 還好撿回蜜 記者停進重災區南風村 中正路上瞞目窗移 加油站超商民宅 被土石掩埋 二樓兵一樓 現場玩入廢墟 從空拍鏡頭看 洪水夾帶大量淋沙 從山上傾泻而下 將山坡切出一條 長長生鉤 在往深山走 台十四線84.4K 嚴重地基掏空 出現寬約50公尺的巨大黑洞 後方鐵皮屋本來有住人 只差10公分就會被吞噬 貪開仁愛鄉地圖 台十四線南風霧社路段 三處封閉 霧社霧山溫泉區兩處 台十四甲線 往清靜方向四處 頭八十九線 例行產業道路 頭八十三線 頭八十線 都在道路 幾乎完全中斷 異形產業道路沿途 三個村八個部落 大約還有三千位居民受困 就算家園沒了 救難隊也持續努力 讓災民們全身而退 記者林世信金的中理雲杰 南投報道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話題 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